说小长假出行确实得有点心理准备 很多景点都人山人海 红旗照展 你比如北京八大岭长城 几乎每个长假都是热门旅游行点 这个假期有一位登上长城的小伙子 引发了大量关注 就在人上城城看人的场面当中 4月4号这个小伙子就显得 与众多观赏长城落日的人群是格格不入 再来看看视频 这就是来自江苏昆山的小伙子 从事服装面料行业 他说虽然出游 但是工作归工作 要不然回去没法跟客户交代 你看很多人都说玩就好好玩 别想着工作的事 可是成年人的生活中哪有龙一二字 加班都加到长城上来了 假期终归是要结束 生活终归还是要回归日常 为了不给更多的日常添乱 今日事确实需要今日弊 这个咱也能理解